二时 无尽义菩萨即从做起 偏袒右肩 合掌向佛而做誓言 世尊 观世音菩萨已和因缘 明观世音 佛告无尽义菩萨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为世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因生 皆得解脱 若有池是观世音菩萨明者 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 由是菩萨微神力故 若为大水所飘 称其名号 即得浅出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为求金 银 琉璃 车渠 玛瑙 珊瑚 琥珀 珍珠等宝 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坊 飘躲罗沙鬼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明者 使诸人等皆得解脱罗沙之男 已是因缘 明观世音 若富有人灵当被害 称观世音菩萨明者 抵所直刀杖 寻断断坏 而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夜叉罗沙 欲来恼人 闻其成观世音菩萨明者 使诸恶鬼 尚不能以恶眼视之 旷富家害 尸负有人 若有罪 若无罪 扭谢 枷锁 简细其身 成观世音菩萨明者 皆惜断坏 急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怨贼 有一商主将诸商人 积持重宝 经过显露 其中一人 做事畅言 诸善男子 物得恐怖 如等应当一心称 观世音菩萨明号 是菩萨能以无畏 施衣众生 如等若称明者 于此愿贼 当得解脱 众商人文 聚发生言 难无观世音菩萨 称其名故 急得解脱